现在要教的东西叫做 一天 地球自转一周叫一天 地球自转一周叫做一天 地球的一天有两种 一种叫做太阳日 一种叫做恒星日 地球自转一周叫一天 一天有两种 一种叫太阳日 一种叫恒星日 那先问一个问题 先问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地球已经 转一圈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地球已经转一圈 刚才是什么 27的17有吗 没有17 37的没有 可以停止吗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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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大哥 请问你 我们怎么知道已经转一圈了 我们怎么知道地球已经自转一周了 不晓得 不知道 22 22 22 我们怎么知道地球已经转一圈了 远处太高 远处参考点 中间 尾处太高 远处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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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在相同的位置 你现在在我前面 远处参考 两次是一样的 你看到我前面 又回到我前面 表示我已经转一圈了 所以远处参考点 两次出现在相同的位置 相邻连续两次出现在相同的位置 表示我已经转一圈了 你参考的是太阳 叫太阳日 你参考的是恒星就叫做恒星日 你参考的是恒星日 好 那我们天文学的说法是 恒星两次出现在植物线 叫做恒星日 太阳两次出现在植物线 叫太阳日 天文学取植物线的原因是因为植物线 比较高 比较不会被挡住 你也可以说从今天日出到明天日出 是一个太阳日 或者从今天日落到明天 日落是太阳日 可是因为日出落在地平线上 容易被挡住 所以我们天文学取植物线最高点 所以两次通过植物线 叫做太阳日或恒星日 太阳日恒星日不一样长 太阳日比较长恒星日比较短 太阳日比较长恒星日比较短 所以变成恒星要提早升起 所以变成恒星要提早升起 为什么 公转就会不一样长 假设 假设 现在呢 远处恒星 远处恒星 这个人在那边转 转到右手边 远处恒星在前面通过植物线 转到左手边 太阳在前面 太阳通过植物线 所以这个 转过来那个绿色线就是通过植物线 假如地球不会跑 转一圈 还是一样 远处恒星在植物线 太阳在植物线 这样子就表示 两个人通过植物线时间一样 太阳日跟恒星日 一样长 但是地球会跑 跑掉 远处恒星 无限远平行光照进来 所以转一圈 恒星有在通过植物线 可是太阳有在前面了吗 没有 没有通过植物线 必须要再多走一点点 要再多走一点点 它才会 太阳才会再度通过植物线 所以 太阳日比较长 恒星日比较短 恒星比较短 而我们现在是用太阳日过日子 所以叫做恒星会提涨 恒星会提涨 那差多久呢 就差这个角度 就差这个角度 底下红色的这个角度 左手边 底下红色的角度 都有这个角度 就是上面那个绿色线 恒星的角度 这两个角是一样大 叫做内错角相等 这个相等 也就是说 地球要多次转 我攻转一天的角度 下面这个红色部分 是我攻转一天的角度 所以地球要多次转 攻转一天的角度 攻转一天走几度 攻转一天要365又四分之一天 所以有这么多分之一圈 如果用普通的简单的稍微估计的 就是一度了 大概就一度了 所以我们大概走这个 这个这么多 然后一天要24小时 一小时有60分钟 往里面沉 就算出来大概四分钟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差四分钟的原因 那太阳日比恒星日 长大约四分钟 而我用太阳日过日子 所以我就说恒星会提早四分钟升起 这就是为什么的原因 老话一句 听得懂 很好 听不懂就给我 10倍 因为地球绕太阳攻转的关系 所以恒星每天提早四分钟升起 相关题目 莱雅国中段考也考过 就为了这个四分钟去算 就去算 OK 好 那可是刚才讲 为什么太阳日跟恒星日不一样长 因为地球会绕太阳攻转 可是地球在太阳攻转的速度没有一样快 近日跑得快 远日跑得慢 这在高中会变成克福勒三大行星定律之一 高中在说 国中你只要记得 最多只要记得 近日跑得比较快 远日跑得比较慢 就可以了 那所以每个太阳日通通不一样长 所以每个太阳日都不一样长 因为多走一点少走一点 那有个平均值叫做平均太阳日 李浩老师教过的平均太阳日 我们现在就是用平均太阳日过日子 然后二十四小时 一小时六十万一分钟 六十秒 就这样过日子 所以我们平常指的就是 一天指的就是平均太阳日 为什么叫平均 因为太阳日不一样长 为什么太阳日不一样长 因为公转速率不一样快 所以每天多的时间会不一样 近日点跑得比较快 远日点跑得比较慢 就是这样子 OK 以上说明太阳日跟恒星日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 没有 很好